性就是性,性别就是性别 它们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分支 嗨宝们,我是塔塔拉 前几个月我立了一个flag 我说我放假之后年底之前 一定给大家出一期关于我的专业性别研究的视频 今天已经是12月26号 我终于来兑现我的承诺了 这个视频我本来想做一系列 但是很抱歉,我回国之后一直在上课 我实在是不太能找到一大块时间 把这个逻辑理清楚 把这件事给大家讲明白 所以我就想着我至少先出这样一期 最基础的来给大家讲讲 我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 来给大家答答疑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 我再继续慢慢的给大家做一些其他的补充 那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是 性别研究在国内外隶属于哪个学院 笼统的来讲 性别这个概念可以分为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 据我所知 国内的大多数高校一般是关于生命科学的 国外是这两个方向都有 而最近最新兴的产业 就是那个社会科学方向 也就是我正在学的Gender Studies Gender Studies在我所在的新尼大学 首先隶属于Gender and Cultural Studies这个department 而这个部门又隶属于 Arts and Social Science这个faculty 有人问社会科学学院和社会学院是不是一个东西呢? 不是 社会科学和社会学是一个并列的关系 它们底下还各有分支 但是只有性别研究会学性别议题吗? 不是 光我本科期间上过的关于性别的科目 就存在于学校里的不同学院 比如说我之前给你们Vlog过的 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就属于文学范畴 我还上过人类学中的性别 戏剧表演中的性别 以及文化与性别 这些科目虽然研究的是性别话题 它们用的依然是它们本科目内的研究方法 但是我们性别研究所做的研究 是以性别为出发点 而不是以任何其他的方法论为出发点的 那么性别研究专业到底在学什么呢? 我提取出了两个关键词 第一 Normativity 我目前把它翻译为规范性 也就是一切被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都认为是正统的事情 都有可能被我们推翻 尤其是关于性别的那一部分 举一个比较好理解的例子 异性恋可能会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正统 也就是正常 正规 规范 那么性别学家在做的事情就是用尽他的一切努力来告诉你 同性恋和双性恋也是正确的 也是合理的 也是应该存在的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比如被视为规范的顺性别 跟它对应的就有跨性别 比如婚姻制度 与之对应的就是开放关系 单身 以及其他可能性 第二个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话题 叫做Power Relation 权力关系 性别学里面最主要的思维方式 就是把一切正统和非正统的东西 视为一种权力的压迫 比如说女性地位低 他们就会觉得是因为男性压迫了女性 比如同性恋被歧视 他们就会觉得是因为异性恋压迫了同性恋 这个想法看似很简单 但当你真正把它运用到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世间所有的东西全都与权力相关 下一个问题 性别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呢 两个字 平等 其实国内目前存在的大多数女权人士 他们所号召的都是公平 而不是平等 区别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是女的 你是男的 我劲比你小 所以我一次搬一个箱子 你一次搬两个箱子 这样我们两个人都无尽其用 这个叫做公平 而平等的意思是 不管你是男的女的 我是男的女的 我们每次都应该搬两个箱子 而且我们搬两个箱子 拿到的钱应该是同样的钱 这个叫做平等 也就是平等是建立在没有差异的情况之下的 而公平是建立在承认差异的情况之下的 目前大多数的社会制度都是在往公平上发展 而金字塔顶端的那个平等就是性别学家所追求的一种状态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我自己 我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 我一开始学这个专业是抱着我对性教育的热情而去的 但我后来发现国内的性教育并不是那么好开发的 再一个在我上了性别研究第一节课之后 我就发现这个学科和sexuality 性以及我所想的性教育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但在我学了这个学科之后 我发现从权力的视角 从社会的视角来看待这个话题也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后来我坚持了下去 那我到底学到了什么 从知识的维度来看 我学到了各种人类学家 社会学家 哲学家 他们的观点和理论 虽然这些观点我并不是全部赞成 但是他们让我知道了 我分析一件事情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维度 从思维的角度来看 一个是这个学科所给我的思维方式 让我能更包容更理解的看待世界上的每一个事物 当我看到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是 我作为我可不可以理解这件事情 如果我不能理解 那那个人他经历的什么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第二个很重要的思维方式是 批判质疑挑战 这种思维方式绝对不是我这个专业独有的 但就像我说的一样 我们研究的是规范性与法规范性 所以这个学科要求我们在看到一件事的时候 要想到它的对立面是什么 或者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这样批判质疑的态度 让我对周遭的一切更敏感 第三种思维方式 我觉得是让我把一切都联系起来的词维方式 比如说我可以用我学到的性别理论 去分析人与动物的关系 人与环境的关系 或者阶级与阶级的关系 残疾人与不残疾人的关系 我非常非常喜欢我的专业 但我的研究生并不会再继续学这个专业了 性别研究属于一个新兴学科 目前这个学科还在百花齐放的状态 我目前能做到的是 用大神的理论去解释生活中的事情 而我不能创造出一个新的观点 成为一个大神 我为什么清晰的知道 我不适合再继续做这个研究了 我觉得我也可以开诚不公共的跟大家讲一讲 因为我是一个性多数 我是一个顺性别 异性恋 这两个身份基本就可以奠定 我在社会中的性别位置 是一个随大溜了人 而如果你去看那些真正厉害的性别大佬 你会发现 他们对于自己的性别认知 大多数都有一点模糊 或者说他们的性别认同 与社会给他们的认同感不相符 这种情况下你才能用质疑的态度 去挑战社会中的规范性 而我本身是属于这个规范的一部分的 所以我很难跳出这个圈子来审视自己 下一个问题可能是大家更关注的问题 就是这个专业究竟有什么出路 我可以坦白的告诉大家 不管在国内和国外 这个专业的对口就业方向都非常的局限 在我本科期间遇到的所有读这个专业的人 都有第二专业 但是学校特意给我们这个专业的人 开过就业分享大会 告诉我们Oligate你们还是有希望的 学校跟我们说的是 第一你可以搞学术研究 读博容易拿毕业证容易 但是未来你的收入可能只局限于你教书和发表论文这一块 第二这个工作他叫做policymaker 就是在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 会叫一些学性别的人参考 看看他们制定的政策 不符合这个社会平等的要求 第三这个是国内和国外都有的 就是NGO啊公益组织啊 或者是去当一些性少数群体的顾问 这事我只能这么说 你花几年的时间去学习正统的知识 拿到这个学位 并不是你得到这个职位的充分必要条件 但就像我刚刚说的 虽然这个专业直接对口的工作并不多 这个专业所给你带来的质疑的精神 理解包容其他事物的能力 以及开放的态度 都绝对能为你其他的工作灯光添财 好了那我的简短介绍就到这了 我现在来回答一下大家之前在动态里面给我提到的问题 LGBT属于专业内容吗 属于但不是全部LGBT的全称是LGBTQIA plus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之后专门出一期给大家讲的这些都是什么东西 如果平时有涉及到和西方不同的性别观念 对外国人来说会很难理解嘛 比如亚洲的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情况下可以把外国人分成三种 第一种是对性别非常保守守旧的外国人 即便他们是西方国家的人 他们的性别观点可能跟中国的老年人是一样的 所以不存在什么理解不理解的问题 甚至可以握手言和 第二种是对性别稍有了解 追求政治正确 追求跟风随大溜的那一群激进的年轻人 他们可能会对亚洲的观点不是很理解 也不想了解 他们上来就是质疑批判否定 第三种就是真正的对性别话题有兴趣的人 虽然他有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 但是至少可以理解 至少可以包容 至少可以接受 想要专业相关的推荐书目 很久很久以前 我写过一个关于性别的公众号 它叫做性与别 现在已经很少更新了 不过大家如果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翻看我以前写过的文章 那里面每次都会给大家推荐一些书目 如果你只是想初步了解的话 我建议大家去读 Judy Spottler的性别麻烦这本书 这个不管你从哪一个学科里面 只要学到性别 一定会提到它 我印象中可能性别研究会主要学习以feminism为主的 虽然我知道男性也完全可以参与性别研究学习 或者成为女权主义者 但是还是有点发出 首先我想说的是 欢迎你的加入 其实性别研究不光是关于女性的研究 随着更多社会性别被发现 社会性别理论被发展 男性和女性已经不再是性别的代名词 它们只是性别的一部分 除了男女之外 还有更多其他的性别 而目前性别研究所研究的内容 并不是女权 而是所有的性别平权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作为男士 我是不是不能参加这个项目 我是不是不能参与这种平权的活动 不是的 不管你是谁 只要参与进来 就一定可以做出贡献 父母和身边的朋友 对你读这个专业的看法 是因为受到他们的影响 他对这个专业感兴趣 还是因为读了这个专业 他们才开始有更多 关于这方面的了解 大多数人其实还是不知道 有这样一种专业的 可能也是因为 我之前做公众号的原因 大家才慢慢的 从我这个渠道了解到 还有这么多性别的存在 还有这样一门学科的存在 而我的父母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告诉他们 我在学这个 我一直告诉他们 我们是学戏剧的 直到我开了这个工作号之后 发现纸包不住火了 我才告诉他们 我觉得我爸妈 并不是那种 像我一样开放的人 但是他们会给我 足够的尊重和理解 就是虽然你的观点 我不同意 但是我们不管你 澳大利亚生活上 和工作中 会遇到性别歧视吗 我目前没有在澳大利亚 进入过真正的 西方的工作环境 所以我可能不太了解 但我能确定的是 不光在澳大利亚 还是在其他的西方国家 性别歧视 都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遇到性别歧视 但是当你遇到的时候 一定会有解决方法 课程里会研究到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 对国内女性地位的影响吗 目前没有过 我们这个专业 我觉得最大的弊端 就是他只研究 西方世界的事情 从亚里士多德 启蒙运动 一直研究到 当代的西方社会 很少很少 会提到亚洲的事情 基本上只要 我能选的议题 我全都会写 跟中国和亚洲相关的事情 但我暂时还没有写过 关于独生子女的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选题 性别研究专业中 有哪些是学习了之后 才知道的特别的 有趣的事情或观点 基本上每一天 都有思维上的碰撞和犀利 我跟你们分享 我上这节课 遇到的第一个 有趣的观点吧 就是请回答一个问题 这个世界上 究竟有多少种性别 目前我的理解是 无数种 如果我对这方面 感兴趣的话 推不推荐出国读这个专业 还是说多看点 相关的书就足够了呢 如果你打算 走学术方向 那肯定是要读这个专业 并且继续深造的 如果你只是有兴趣 想了解 那我最推荐的是 选一些这方面的课 我觉得上几节基础课 基本上就完全可以 解答大家的疑惑 和好奇心了 如果只是稍微有兴趣 想多了解一下的话 那么我看一些书 是觉得有用的 中国LGBT人数 及少数婚姻合法的可能性 后半个问题 请允许我在这里 先不回答 因为还是保号要紧 关于LGBT人数的事情 我想给大家 这样一个数据 我们先说 同性恋这个群体 有研究表明 不管在世界上的 每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里的同性恋 和异性恋人数的比例 基本上是固定的 只不过因为 大家的文化不同 开放程度不同 可能有的国家 出柜的人多 所以你感觉 这个国是辅国 但这不代表 在那些没有出柜的人里面 没有同性恋 所以具体有多少人 这个事情 其实不太好统计 因为他可能压根 没有意识到 他自己的性向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吧 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 有兴趣的话 或者还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 想知道的话 欢迎给我留言 加关注 如果有很多人 对同一个问题感兴趣 我会努力 再做一期 全新的视频给大家 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吧 别忘了 有事没事 一键三连一下呀 我是塔塔拉 我爱你们 吃蛋了 我会在这儿吧 等会员 你 我会在这儿吧 我会在那儿吧 我会在那儿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